第四哈,七十八面第四哈 从当中看起 原始华人圆宗 居别教一臣 同教一臣二一 上信其门居别教一 居用意助教过 上原始门居同教一 菩师助教过 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很明显 要注意的就是两个佛学专有名词 就是别教一臣同教一臣 这是佛教的术语 将来在其他地方看到什么叫别教一臣 你就晓得了什么叫别教一臣 什么叫同教一臣 那么这前面呢 这个 这个两种缘起里面 我们研究过了 这个信其是别教 为什么叫别教 佛在其他经典上 没说过 那 换句话说 给其他的经典里面 完全不一样地方 所以这个经呢 才称之为圆满的法轮 这个缘起门呢 是佛在一切大臣经论当中常常讲的 染缘起 禁缘起 常说的 所以在佛教啊 佛宗里面呢 都有这个教义 那么这个教义属于共同的 共同的 同教一臣 还要特别注意呢 这是一臣法 古大德了 盼是一切经 这个一切经呢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藏经 大藏经也叫做一切经 佛所说的通通收集起来 总名称 这个叫大藏经 日本人呢 还有一种对这个称呼叫一切经 你看他们叫过一切经 过一切日本人翻译的 用日文翻译的 大藏经 他称一切经 古德判设了 这个一臣教义 只有三部 只有三部是一臣 其余呢 是大臣 可见的这个一臣 还在大臣之上 大臣经呢 是讲菩萨 菩萨臣 声闻原觉菩萨哦 这个一臣讲什么呢 一臣讲成佛 所以佛还在菩萨之上 所以一臣呢 是完全讲成佛的经典 那么一臣经的三部经典 第一部就是华影 第二部是法华 第三部是凡王 那凡王经呢 也是一臣经 那么这是古德 几乎大家公认的 那么这三部经里面呢 唯独华影呢 是别教一臣 那就是说 信旗这个教义啊 凡王跟法华里面都没有 都没有讲这个信旗教义 都是讲缘旗 讲缘旗 所以这个华言呢 别称之为别教一臣 这个要懂得 这是一点佛修常识 不可以不知道的 我们再继续看 大肃宣谈 这就是华言经宣谈 清良大师所做的 全景全收 这个意思才远 简是简别 就是写去的 完全不要 但是也完全都要 全收集都要 富士门中不立一方 就是圈结 富士门中不立一方 那么又说 富士门中不识一方 一方也不识 这个意思才缺 那么这是不是有互相矛盾呢 给主说 没有 全景呢 是就体性上说 真如本性呢 确实也发不力的 所以 所以 心要清静 心是一定要清静 清静呢 必须要是 要放下 一切万元 统统要放下 心里面 没有一丝毫的 牵挂 真的说是一念不深 全收就是不舍一法 不舍一法 相 作用 相应从哪里来的 体便现出来的 相不立体 体不立相 作用呢 作用呢 作用是现相上才有的 有相必有用 有用必有相 所以体相用是一不舍二 所以从现相作用上讲呢 那是全收 不舍一法 这个意思我们都要讨 他说哪样是从体上讲的 哪些是从相用上讲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 体相用三者俱足 这个才是佛于大菩萨的境界 你比如讲凡夫 六道凡夫啊 他想得相用 他不知道体 因此他在这个相用上就 早夜 起烦恼 受我报 这个东西很痛苦啊 很麻烦的 二臣圣哲 这小臣人 他知道体 他不晓得相用 八岁的 执着在偏真涅槃 自在是自在了 并不圆满 换一句话说呢 他还是四肆都有障碍 唯独 唯独佛于大菩萨 提一项用三者俱足啊 所以他心地清净光明 离四无碍 是四肆无碍 这个才是真正的圆满 这个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 要入这个境界 才是真正的大圆满 本经既然称为根本法人 无论是弦教密教 宗门教下 通通通是从这个经流出来的 所以这是佛法的根源 当然 他说的飞跃满了 底下有这个解释 全景著宗 这个著宗就是花言以外 所有的宗派 显密都包括在里面 全景著宗 这就是别教信其义 这是其他各种没说到的 全受著宗 皆同教圆其义 然 越激越法 顾开耳门 这是说明 为什么 佛要这样的说法 第一个呢 是就法 法本来就是如此 法而如是 这叫信其 信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决定 决定与迷雾不相关 那物料是这样 迷了还是这样 迷雾不相关 所以佛在本经呢 给我们说这个信其门 那么说圆其呢 是就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 那将信其 能够 听得到 能够接受 能够入得进去 这是上上根人 决定不是普通人 这是信其的 所以这个金爹 当机 是四十一位法身大肆 都不是普通人 这根性高的 低等根性的人 这种人 在一切大众当中 比例占得很少 还有许许多多 种下根性的人 佛是大慈大悲 不能说是 对这些人不闻不温 那是有设慈悲心的 那怎么办呢 那就得开方便门 大开方便之门 在讲圆其 所以圆其里面 有染圆其 有静圆其 静圆其里面 又有分镜 又有圆镜 这是唯一 不同根基的人 所说的 才这样讲法 越基就是 就根基而论 就众生根基而论 那么佛在此地给我们提示的 这是纲理 而实际的呢 佛开了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无边法门 那是越分越稀 越设越多 但是诸位晓得 它只有一个目的 诱导一切众生 我们往菩提道上 永蒙尽尽 就是一个目的 修行 一定 要有老子 你看小陈经里面 阿 欧南问师父 吉准经 那个经是出入门调的 开宗明义 第一句话 就是要教给我们 要亲近明思 那个明思不是明其大的老子 不是的 你看那个明是光明的明 不是这个知名度高的那个明 你要亲近一个真正的好老子 佛法如此 世间法也不例外 一定要亲近一个好老子 没有好老子说自己 这个这个修行 说老实话了 不客气地讲 都说盲修下列 自以为是 这种人 让他在一生当中苦头吃惊了 还有很多不知道回头的 这个很可惜 自己迷惑颠倒不算呢 如果你再领导别人 教别人 那这个罪过就大了 这个要服因果责任 所以自己修行没有相当的把握 决定不能临终啊 临终是牺牲自己 成就别人 你像这个过去智者大使 他在往生的时候 学生都很想知道 老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品位啊 就问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很谦虚地就说 他说我因为领重啊 牺牲很大 直落得一个无品位往生 这是他自己说的 那么换句话 他如果不领重呢 他那个是上瓶上瓶 因为领重啊 才无品位往生干 这是给我们做模范 那么我们今天要领重 我们有没有把握 这无品位往生干 如果连这个都捞不到啊 那这个牺牲就太大了 为什么呢 本来还可以能够往生了 现在还搞六道轮回 这真是糟了 这个事情不能做了 所以他牺牲呢 还是有一个限度 那就是我下下平往生 这西方极乐世界我去得了 这个六道轮回我可以能够处理 你 牺牲的这个底线是设在这个地方 不能再下去 再下去 你来生还搞六道轮回 那你帮助别人也有问题 的确也有问题 所以说实 所以说实自立也立塌了 这个实都是有一个原则的 不能够违背了原则 那么修学 注意如果要想这一生当中真正有成就 还是走古人的路 现在人想的这些花样啊 很难 我这个学佛三十七年了 我没有看到现在人这个新的方法呢 有什么样的成就 没看到 真正修行有成就的 还是古老传统那个原则 那个方法 这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的 我们已经看了三十七年了 向后再没有三十七年了 这个时候要不回头 那么换句话说了 那就还是得搞六道轮回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一定要跟古人走 跟古大德走 才不至于有错误 真正在修行上砸根 这个砸根 我们今天选择这个根呢 是最上的根基 这就是净土五金一论 从这上砸根 根要怎么砸呢 最低限度 你如果是五金里面选一种 你得在一两年当中 你能够念上三千遍 如果五金通通都念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读本 五种再加上王三舟 分量也不多 你如果试试 每天都念的话 念着五种 五年 五年当中啊 你去念满三千遍 这个五年当中 对什么听经参修不重视 我也没有必要 老老实实去念这五金 念满三千遍以后再说 你这个三千遍念完之后 念完之后 给诸位说 你们的眼睛就放光了 这个佛法 楠眼睛说得很好啊 现在末法时期啊 邪思说法如横祸沙了 你有能力辨别 那是真的 那是假的 证望是非邪真 你有能力辨别了 这个是你修学 你有根基了 如果你现在没有能力辨别 你就乖乖在家里念经 大吉祖 听多了 看多了 决定没有好处 为什么呢 你那个心被染污了 你没听一遍 就被染污一遍 没看一遍又被染污一遍 已经染得够瘦的了 天天还增长染污 这怎么得了呢 明心见心没指望 不但明心见心没指望 连得清净心的指望都没有 这个怎么得了 如果要想得清净心 那你就要远离一切缘 读经 我们前面所给你讲的读经的方法 读经是修皆定会三续 三续六度一次完成 换句话 这种方法呢 就是去染污的 把我们的染污 用这种方法把它洗得洗地干净 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年 非常有效啊 希望大家要明白 要珍惜 要好好地认真努力 佛法大海 自己一定要明了 我们能力只能够取一瓢瓶 不能说佛法大海 我一口把它吞下去 你的贪心太大了 做不到啊 做不到啊 可是那个四红是愿的就说 法门无量是愿学 没错,愿是要如此 想想自己能力有多大 啊 实在讲 四红是愿 要想做到圆满 到哪里去? 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四红是愿 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能做得圆满 这个《华言经》上讲的 《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神大师啊 那就没有必要求生 求生净土 那何必呢? 我在华藏世界也愿满了嘛 这些人都跟着普贤普杀 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由此可知 不仅四红是愿 社大愿亡 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圆满 所以文殊普贤 通通都是求生净土 所以这个法门呢 才真真实实的 是社方三世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 第一经 那你要不熟读这个《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念一本是决定不够的 那现在我们这个本子里有九种《无量寿经》 你统统念过一遍 你才恍然大悟啊 你才真正明了了 在以往九种本子你找不到啊 现在九种本子都送在你手上了 你要是不肯去念呢 那过失在你自己了 以前说 我没有遇到没有缘分 现在语言具足了 因缘具足了 你不肯念就是你没福报 肯念是福报啊 念到完全明了了 心里头没有疑惑了 那是善根 所以如何培养你的善根呢 老老实实去念进去 所以这个实在讲呢 叫你在五年之内念三千遍呢 就是培养你身后的善根 以这个善根做基础 你的佛道啊 才能够在一生当中达到圆满 很要紧 这是讲佛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 啊 既入法融通 二一交窃二门 二门 二门 就是 信其 圆其 正念门 正念门的确 是 圆融 嗯 无碍的 信其 不碍圆其 圆其 也不碍信其 在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四五碍法解 四种无碍法解 一四无碍 四四无碍 五张爱的法解 它的确是圆融的 所以呢 这两门呢 互相交叉 二门 八二 二门就是一 一二二二二二一 同为华言 圆中所显 正解 圣其万法之一门 这就是华言经讲这个法解圆起 啊 宇宙 宇宙 人生一切万无 怎么来的 啊 这大意说出来了 啊 说出 宇宙万有的圆起 到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段 第一下是第二段 明 民 报便 立亲 说 民 这第二段的是有两章事情 这样 信 您 讲包变 包是包汉 变是普变 这是一桩事情 这都是讲法界 第二桩事情 礼琴 琴是知主 琴就是迷 迷琴 倦了就叫知 所以主要想的 佛法里面讲 至与琴 是一桩事情 提相作用 还是一桩事情 觉悟了就叫知 迷了叫琴 换换名字就是了 名字不一样 可是他这个 即归后到结果不相同 迷琴的这个结果 是六道轮回 制造的果报在六道轮回 决心的结果 是四胜法界 这个是虽然好像造作上 都是一样的 相语用上是一样 它结果不一样 可见这个迷雾 有这么大的差别 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下面呢 解释这一句 说 抱空有而倔向 若引向而无极 苏上用整两句话 来解释 报边 立即 上一句 包含 苏全法 就是这样的法界 就是这样的法界 整个虚空法界 包空有而绝向 绝向就是理向 下面呢 如引向 也是言语 来说明 所以说 遍能全教 教识教训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 介绍了这 也就是四十九年所说的 这一切经法 佛是怎么说的呢 数而无数 这个无极 就是无数 波落极向 那个佛高明 高明在此地下 数而无数 我们说了是有数 人家说了是无数 所以他不造考业 我们说了以为有是有数 所以说了都造考业 这个高明 我们因为说了有数 所以才有三图六道 人家说了无数 他还是一征法界 连那个后的四圣法界都没有 他还是一征法界 高明啊 所以多华言呢 要学的 学这些地方 怎么说 若以言相呢 而无极呢 言相就言语 跟我们一样 我们说话 佛也跟我说话 我们问佛 佛也照样答我们 答复我们 为什么我们说了造业 他说了不造业 这一点 真的要把它搞清楚 这个就是佛法之所以不同于世间法的所在 差别就在此地 佛知道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佛心里都没有止住 你提出问题 去请教他 他给你答复 他答复之后 他也没有止住 他答复 你听得很明白 你听得开悟了 你再问 佛你说的是什么 佛说我不知道 佛没说什么 它是空有同时 所以空而不空 有而非有 就像我们敲钟一样 我们敲一下 他想一下 你问钟了 你想了没有 钟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不想的 大扣子大名 小扣子小名 不扣子不明 他没有声音 他如果说有声音 他不敲它 他应该 当当当 他会响 才对呀 你不敲它 他不响 响了之后的时候 痕迹都找不到 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话怎么样 我们会想起来 我刚才说了些什么 这个就糟糕了 这就是说什么 落印象 落印象落在阿赖耶识里头 佛有没有阿赖耶识 摩纸 摩纳时称为平等性质 第六一时称为妙观察质 前五时称为臣所作质 他都叫智 他不叫实 名字换了 我们要想学佛了 要在这上学 所以古人说的 说的就修学原则了 都很有道理 听教啊 听讲经啊 要在消归自信 那你就真真 要收获了 消归自信 修行要在转时称之 这才功夫啊 消归自信是开悟 转时称之 就是欺如 入了这个境界 所以这个 教下讲的这个话了 跟禅宗用的这个名词 不一样 禅宗叫悟 叫悟如 教下叫做 这个 消归自信 转时称之 说的名词 不一样 意思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后面呢 还说的很多 还有详细的解释 我们接着看啊 又含着 也含能全 便着 也便所全 稳引乐也 这个就是 他这个意义 的确是 互相交切 的确 它是圆融 也包空有这 有二一 怎么样包空有 第一个意思是 一 包虚空 即万法有 不仅是万法了 还有虚空了 空 也是我们真如本性里头 显出来的 那么换句话说 虚空 也不是真理 不要说万法了 虚空都不是真理 这个很难想象 万法是假的 好像还能够 想出一点道理出来 虚空是假的 这想不出来了 虚空怎么是假的 永家大使说的很好 绝后空空 无大千 常家也常讲 粉碎虚空 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 虚空怎么能把粉碎掉 其实 你们哪一天不再干 粉碎虚空的事情 所以干了 不晓得 我问你 你们晚上睡觉 做不做梦 你那个梦中 有没有虚空 你醒过来之后 你梦里的虚空 到哪去 就梦醒了之后 梦里头 人物没有了 山河大地也没有了 虚空也没有了 那虚空不是假的 还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梦醒了 梦中的境界没有了 梦中的虚空还在 那虚空就是真的 虚空也没有了 所以你每一天 都在粉碎虚空 我们现前这个境界 这个虚空 是真如本性 所显现的 我们梦境里面 那个境界 是意识心显现的 阿赖耶士的种子 意识心变现的境界 这个时间短 你容易就长 所以你哪一天 明星见星了 那个见星之后 就好像我们做梦 梦醒了 原来现在山河大地 太智空 还有跟梦境一样 没有脸 所以常家讲 大车大物 明心见心 就是你睡觉醒了 你现在还没有见心 换句话是 你现在还在梦里头 跟你说梦话 你还没醒 释迦摩尼佛 跑到你梦里头 跟你讲梦话 讲经说话 讲梦话 但是他这个梦话 是希望把你唤醒 从梦中把你唤醒 目的是在此地 所以这个境界 很冷静去体会 确实能够体会到 体会到就有受用 帮助你放下 帮助你看破 帮助你开悟 换句话是 也帮助你生活 得到快乐圆满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加 你也是不觉 这个烦恼 我戒总是戒不开 很苦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解释 他说 为信虽包空 而信非空 空容同信 是绝空相 这个意思很深 这个完全讲经济 虽空 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 变现出来的 真如本性是能编 虽空是所编 如果虽空是本性 那么换句话说 本性就应该是虽空 那么虽空就应该永远存在 好像你做梦 梦醒了之后 梦中的虽空要存在 那才是真的 梦中虽空不存在了 当然是 能变梦境的心 是真的 他能变 他永远存在 所变的境界是虚枉 为什么呢 他有生命 所以 他是属于有为法 属于生灭法 你看看 不有法名门 是大臣出入门的 经论 他讲无为法 讲六个无为法 无为法 难得会有六个 真正的无为法 只有一个 最后一个 真如无为 那个真如是能变的 就是我们的本性 就是我们的真心 只有那一个是真的 那么另外这个四的这个 无种无为法 为什么称无为呢 因为有为里面呢 不能够包括 所以把它立作 无为法 但是它那个是 相似无为 它不是真正的无为 这个无种里面 就有虚空无为 有虚空 如果您没有真正见心的时候 好 好 谢谢观看